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Vinder 今天又来试读由中国企鹅独家代理发行的大作 《玄宗记》 开发商是中国的在院工作室 但也不太重要 他旗下的那几款游戏我也都没玩过 不过光顶着腾讯两个字 这含金量可就不一般了 说不定未来这款游戏在中国落魄后 又会有中资代引入台湾来赚开发成本 毕竟现在类似游戏真的太多了 那我们开始进入测评 游戏开头剧情非常长 正所谓好的剧情引人入胜 烂的剧情一键跳过 但我还是耐心的看完了 生怕会错过什么重要的剧情 但事实证明我错了 剧情简单概括来说就是围绕着女娲 轩辕 吃油等神话的中国式仙侠 主角作为灵兽被吃油附身后转世 为了寻找轩辕见 并拯救为苍生牺牲的尸姐 然后展开了一段冒险之旅 话说武侠仙侠小说的作品 小弟我其实也略有涉略 但这么老套的剧情还真是少见 2022年了大哥 笑傲江湖这种翻拍到烂的剧情 都还能玩出个新创意 或者找个工徒生 Google复制贴上 应该都胜过这个剧本几千倍 或许这游戏有其他的亮点 毕竟剧情不好我们可以跳过 那来看看游戏其他的部分 这游戏最精致的建模 将在开场后迎来完结 之后即将残害玩家的双眼了 光看到这旋角画面 我已经想要卸载游戏了 突然觉得上一次介绍的游戏 好像也没这么糟了 如果有人觉得这个画风很熟悉 去年有一款IP授权的 刀剑神域黑衣剑士王牌 也是他们家的作品 应该是沿用同个模组 而游戏开场会出现一个 唯一我觉得稍微能看 但是后面就会理便当的师姐 看来反派始于话多 也适用于我们 一开始会教我们怎么抓神奇宝贝 也是这游戏主打的社交系统 但不过也就只是增加课心点罢了 然后一言不合就跟大师姐进入战斗画面 这师姐没有嫌弃又一脸邪气 你确定不是反派 人物不是做的大就能吸引人啊 而技能跟战斗方面 存在明显的冲突感 也就是动作、技能、反馈、没有协调性 我就想问问 这一滩水是怎么回事 最后师哥也看不下去了 赶紧让我停手 人物配音部分会让我一直出戏 主角没配音就算了 路人NPC有配音 我不知道 但是前面还有好多人困着 求少侠救救他们 OK 毕竟是剧情需要 是的 村民们有些惊慌 村子里弥漫着奇怪的紫烟 一些原本温和的妖灵变得十分狂吧 但 连小兵都有配音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玩家还不如一个NPC 还是语音其实是课心的项目 然后不知道是忘了校正还是没有付钱 台词跟配音常常会对不上 然后关于宣传中的大世界 我觉得各制作商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大世界是包含探索跟互动性 不是把地图变大 然后让玩家走远一点就完事了 这游戏也没有跳跃跟攀爬等相关的功能 只能依靠交通工具 但看看这风景 完全没有让人想探索的欲望啊 商城这些就不多提了 这类游戏就是希望玩家付费课金当大佬就好 其他就交给自动挂机处理 而活动内容比你上班要做的事情还多样化 看来台湾的便利商店还真找到对手了 所谓贪多搅不烂 想360度无死角割草 妄想将市场上的流行元素都纳入 但只是愿意投入少量的资金做研发 所以就只是做的稀巴烂 结论 容量垃圾不值一提 市场一直没有绝对的王者 例如当年的Nokia跟Motorora 如今都只是存在迷影梗的回忆 时代一直在改变 玩家也开始懂得驱逐劣币 有人懂得精益求精 还是有人在不断的吃老本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B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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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